大家好 在今天是一個炎熱的天氣 最熱的地方在台北盆地 今天中午的高溫 到達了36.4度的高溫 不只有北台灣溫度高 還有包含了基隆的溫度也高 基隆的溫度到達了36.1度 中午天氣熱戶外活動 記得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溫度型態來說 在中午的大約上午11點 到下午2點鐘這段時間 還是建議大家減少戶外活動 我們來看看這個 看看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 要怎麼樣的變化 先來注意 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禮拜五的時候 跟這個星期四一樣 都是高溫而炎熱 許多地方的側站 仍然是達到了36度的高溫 塞巴喉仍然偏少 只有局部的山區 會有一點點的機會 因為最重要 我們是在一個穩定的 高壓的空氣塊下面 所以相對的午後正雨少 不過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許多朋友要把握 最後的暑假時刻出遊去 你就會注意到 一件事情 開始有午後正雨出現了 因為最重要就在於說 高壓勢力減弱 西南季風開始要慢慢的增強了 西南風帶了水氣進來 使得我們台灣上空 午後正雨的狀況 在西半部地區 山區的部分會比較明顯 接著下週一以後 開始要注意什麼 西南季風帶著水 南部要轉雨了 週一開始南北天氣又不相同 北部東部 只有零星的午後雷正雨出現 高溫部分上看到35度的高溫 可是在南部地區的正雨狀況 尤其到了週三跟週四 會變得更為明顯 就像上個禮拜的那樣的感覺 滴滴答答一直下 這兩天天氣好了 所以洗衣服曬被子還不錯 可是到了禮拜三 禮拜四以後 開始 午後正雨又偏多 高溫也略為下降 大概在32到33度左右 所以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我們又要受到西南季風的影響 這個西南風其實最主要 當然還是跟北邊的 這個10號颱風有點關係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資料 剛剛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 其實在 如果你在鵝蘭比遊玩的朋友 你會發現到有一點點 地牛翻身的感覺 在這邊 有一點點 這邊只有一級到兩級 因為正央的話 是在平東的東南方的海面上面 強度的部分來說 其實它的規模是在4.0 規模4.0 深度的部分有20.8公里 是在7.14分的時候 屏東這邊最大震度 就在滿洲這邊 南灣還有鵝蘭比一級 恆春一級 南灣跟滿洲是兩級 到了台東地區 只有在靠近南邊 到了加勒水以南這邊的話 有大概一級的震度 一個地震的訊息來讓大家看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色調強化的雲圖 這張雲圖當中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是颱風系統已經形成 但走得非常的慢 剛剛看每小時 只有3公里的速度 好慢 比你走路還慢 因為最主要一點 它要缺乏導引流 但未來的走向來說 它可以注意到這個區塊 這邊是高壓 它未來會逐漸的開始 往比較偏的 北北西的方向走 以目前來看的話 高壓的強度 並沒有非常強 所以它不會到了這個 如果你要到日本旅遊 你要注意 未來幾天 大概到下週一 週二的時候 開始要接近日本 我們台灣上空 在這兩天 我們附近的環境廠 有一個小的高壓廠在這邊 但是等颱風逐漸的上去 到達了大約大阪的 南方的海面上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又是開始 把西南方這邊的水氣 又開始隨著整個氣流場 又要拖上來 所以等到了禮拜天以後 又是開始西南季風 要漸漸的帶著水氣 進到我們台灣的上空 從這張衛星雲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晴朗穩定 所以台北的高溫 到達了36.4度的高溫 最主要是天氣晴朗 五號鎮宇今天只有在 雪山山脈的山區 石定山區 下了一點點的山坡 可是西南季風的水氣發展 現在是偏少 現在是乾燥的風進來 可是有些水氣發展 是在往大陸的方向移動 但我們要注意是 再來等颱風逐漸往北走之後 尤其當他到了 從日本西洋店的資料 可以看到 當他這邊到了禮拜二的時候 他到達了接近日本的 大阪南方海面 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注意到 當颱風系統到了接近日本 我們又會有 西南季風的水氣 又會拉得上來 所以到下週二的時候 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會隨著風場帶著水氣進來 而天氣形態來說 會變得更不穩定 地面圖上也可以看到 高壓系統現在在我們台灣附近 所以明天仍然全台灣 都是屬於晴朗的天氣 北部的高溫 一樣是上看到36度的高溫 但整體的天氣系統來說 就要等到颱風到了下禮拜二的時候 下週二 如果你要把握暑假時刻 到日本旅遊 你要特別注意 大阪 京都 奈良這些地方 都會受到颱風的影響 因為它逐漸的會通過 日本之後再往北走 強度會快速減弱 可是接近的時候是中度颱風 但要特別注意是 當它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風場又會拉水氣進來 我們的南台灣 就會跟上個禮拜一樣 還記得 9號颱風整個上去 到韓國的時候 水氣一拉了上來之後 使得我們台灣的上空 有始有降雨的狀況 但這樣的天氣形態來說 等到了禮拜二的時候 又會開始再度出現 所以要提醒南部的朋友 這兩天的好天氣好好把握 等到下週一 週二之後 開始季風水氣 在進入的過程當中 這可以持續到下週四 所以低蛙地區的朋友 又要特別注意 有時候雨大的時候 要小心積水的狀況 我們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 溫度狀況在中午都是偏高 高溫的部分上看到 35度 36度的高溫 零星的我後雷鎮雨 在北部的山區有一點 像木柵新店 石定這邊有 中部地區只有在南投 台中跟雲林山區會有一點 加以阿里山 也有一點點的機會 其實量不多 南台灣的好天氣之下 溫度狀況相對的是比較炎熱的 東台灣的好天氣 到了8點以後的話 陽光牆要防曬 外島地區也都是屬於 清朗的好天氣 在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只有零星的我後鎮雨 不過到下週一以後開始 南部地區的降雨 會隨著季風的水氣再度進入 而雨的部分 會隨著禮拜六日以後 開始慢慢的再增多 外島地區到下週三之前 都天氣好 小叮嚀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白天陽光牆